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他幽默的性格和出色的技巧 也深受网络的喜爱和追捧 薛之谦也圆了自己的音乐梦想 但即便如此优秀的薛之谦也遇到了不好的事情 网友们也感叹善恶中有好报 薛之谦音乐会门票退款 对于歌手来说 首先应该提到的是他在音乐方面的成就 薛之谦的作品演员 绅士等受到众多网络追捧 以歌曲认真的学为素材 霸占了平台短视频多日 甚至被网友调侃为短视频 认真的学的封面更像原著 但看来薛之谦只是一个覆盖 网友污蔑嘎黑并不是薛之谦 而是一对爱玩的朋友 其实这也是对他音乐的热爱和认可 薛之谦的粉丝与他之间的关系 更像是一对朋友 这种关系在歌手的圈子里并不常见 就连薛之谦的演唱会 也和歌手等大牌的演唱会有些不一样 因为他演唱会的气氛有些不对劲 网民和歌手球迷如周杰伦一样抱怨票难买 但薛之谦这边 人人喊着退票 并不是因为网民聚集在那里专门针对薛之谦闹事 前面已经提到 这样的场景也是薛之谦演唱会的一大特色 这一幕不像是某名人歌手的演唱会 倒像是街坊群里说相声的气氛 充满了幽默和热闹 在德云社演出期间 岳云鹏凭借平一级人 搞笑的形象与粉丝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当有人喊退款 时台下的岳云鹏知道粉丝们在开玩笑 作为一名相社演员 岳云鹏自然是笑点不断 他立即回复 去退钱吧 售票处在德云社 退票处在阿富汗 即便是这样的回应 也引得全场哄堂大笑 气氛也越来越热闹 薛之谦的音乐会也是如此 虽然他是歌手 但他并没有所谓偶像的包袱 在郑州体育场举行的外星人演唱会上 薛之谦被退票的声音淹没了 弱大的体育场里挤满了无数的歌迷 其中不乏热爱音乐的人 薛之谦在舞台上热情高歌 台下粉丝也跟着合唱 这种美好和谐的气氛持续了半个小时 随后气氛就被扰乱了 还钱 他突然出现 整个音乐会开始变得糟糕 几分钟前 平静的场面突然被一股神秘的力量颠覆 仿佛之前就被伪装过一样 原本平静的场面陷入了一阵阵的疯狂 对于这种情况 薛之谦既不不耐烦 也不生气 因为他知道球迷并不是真的想抹黑他 而且他们的相处方式是如此微妙 当然 粉丝不会无缘无故要求退款 无论如何 都需要一些触发因素 薛之谦总是在音乐会上上演一些搞笑的特技 大明星歌手就像是一件引人注目的宝藏 经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你在舞台上撞到我 我撞到你 还有伴舞 细心的网友也注意到了台上的行为 纷纷喊话要求退款 舞台上还有一位穿着不同服装的伴舞 薛之谦本人也很困惑 询问原因 当他逮之原来的伴舞生病不能来时 他开玩笑说 你下去吧 我不要你了 当然 这种情况也导致李唐里再次响起退款的声音 面对露天演唱会大雨和歌迷退款的呼声 薛之谦也回应道 别再说你了 我也要退票 我以为薛之谦只是开玩笑 没想到他居然把接下来的演唱会的门票都退了 9月12日上午 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发布消息 大意是赞扬薛之谦演唱会 以及主办方立即主动为歌迷退款的举措 这些费用甚至包括音乐会门票 王返吕飞甚至酒店费用 就连粉丝也认可了这种行为 虽然演唱会门票退款确实时有发声 但为何薛之谦的退款会受到如此好评呢 这是9月10日在成都的演唱会 薛之谦一次意外得病了 他患有喉咙痛和发烧 这使他无法上台表演 由于时间是提前订好的 而且门票已经售出 所以暂时无法更改时间 为了让歌迷不枉此行 薛之谦拖着39度高烧的身体来到演唱会舞台 蹲在舞台上与歌迷一起玩耍 看到薛之谦这样 球迷们都惊慌失措 场面十分压抑 之前那种搞笑的气氛 在这一刻消失了 看到这种情况 薛之谦率先煽动气氛 说道 如果我今天不能顺利唱歌 你该喊什么呢 于是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发表了类似的文章 这也是薛之谦得到点赞和好评的原因 由于身体原因 他其实可以直接支付门票 但他还是去安抚粉丝 以免破坏行程 各位 这样的互动也很感人 薛之谦的成名之路崎岖不平 然而薛之谦的成名之路并不顺利 实力雄厚 性格友善的歌手在成名之前也经历过很多磨难和失败 薛之谦的家庭并不富裕 他偶然发现了自己的音乐天赋 他的家人没有经济支持 他经常致力于演艺事业 以减轻家庭负担 正是在节目表演过程中 薛之谦被星探注意到 因为这位年轻人不仅唱歌 还给观众讲笑话 引得观众驻足大笑 当面对星探的邀请时 薛之谦觉得这是一个机会 自然没有选择拒绝 然而到了公司之后 却发生了一件谁都没有想到的事情 该公司要求薛之谦向他们支付包装费 这让薛之谦陷入了麻烦 因为他根本买不起这笔钱 所以他不得不放弃这个机会 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 薛之谦凭借自己的才华 在选秀节目中脱颖而出 进入公众视野 吸引了多家公司的关注 并如愿与公司签约 加入公司后 薛之谦也有了更好的展示才华的机会 很快在2006年 他推出了自己的歌曲认真的学 立即走红街头 就连刚刚出道不久的新人 也直接获得了金曲奖 他的璀璨星图本该越走越宽 但他的坎坷之路并没有停止 然而连这样的要求 该公司都不愿意支持 薛之谦也没有放弃 他开始了许多兼职工作 甚至还创办了自己的企业 这一切都是为了他的音乐梦想 有才华并愿意努力工作的人 应该获得成功 虽然没有任何支持和帮助 但薛之谦依靠自己的努力 一步步走向成功 成功圆了自己在鸟巢 举办演唱会的梦想 这场音域会可以说是无可争议的经典 当我唱到我和已故好友赵英俊 一起创作的念事 天开始下雨了 演唱会笼罩在一种难以形容的气氛中 薛之谦喊出了那句谢谢你的陪伴 传过了万山 薛之谦正直的一面 薛之谦虽然经历了很多事情 但他幽默乐观的本性 却没有丝毫改变 明日之子 一首歌下来 猫不易就收到了华晨宇的评论 我一直不看好 毛不易也因此受到批评 但薛之谦站起来说 以我的音乐经验和多年的成就 我可以明确地说 毛不易是一个天才 并且他极力将毛不易保护在身后 结果证明他是对的 毛不易的音乐才华很快得到认可 变红变全国 网友们也感叹 没有薛之谦就没有音乐 现在这并不容易 薛之谦虽然平时很幽默 但在涉及原则的问题上依然非常坚定 一个名叫赫兹的虚拟歌手出现在这个节目中 节目组看到了他带来的人气 不愿意放弃 所以他们说服薛之谦投票给他 而不是让赫兹输得太惨 薛之谦虽然不愿意 但这并不影响结果 所以他把票投给了赫兹 然而 由于这次投票导致另一名真正的参赛者被淘汰 薛之谦虽然不愿意 却直接揭穿了节目组的黑幕 愤怒地摔着麦克风 打断了路易 说道本来我要投票给赫兹 这个结果不公平 是秘密 如果赫兹因为我的声音而升职 那我就不配当导师了 正是因为薛之谦的性格 网络粉丝才如此支持他 尽管名声大噪 薛之谦从未选择为他的歌曲打广告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娱乐明星 敬请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兹 观看 感谢观看